过端午少不了粽子来应景 伦敦慈祭人举办素粽义卖 作为护法基金 华侨们很支持 订单由原先的60串 一路增加到140串 我一听说慈祭学校有包粽子 素粽子 我很开心 所以我就马上买了 那因为我们慈祭在英国 做了六年的素粽 包素粽义卖 那这个名号已经打出去了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说 要买素粽要来慈祭 然后他们也觉得 我们包的又健康又好吃 推广素食又是做善事 志工们忙得开心 从洗粽液到备料 大家分工合作 要让每一粒粽子250克 料实在又有营养 包粽子的话 来慈祭包粽子的话 大家都很快乐 我也觉得 这个包这个粽子的话 大家的话就很团结 团结 和团队的力量 让我们可以包出 那么多个粽子 我觉得让我想到 中文学校也应该是要这样子 要有团队和团体的力量 厨房里大锅小锅 全都用上 煮熟后的粽子 更不忘要细心茶室 从里到外 飘散的不只是粽香 还有一份欢喜和祝福 大约新闻 知识美志工 吕佳化 谭正雄 英国报道